同学们,大家好,欢迎大家进入中央财经大学汉语桥线上团组项目 我是李老师 今天我们继续学习第四课 你比姐姐高 第三部分 首先,我们预习几个词 我们先看第一组 第一组里边都有和 我们想一想,我们学过哪些有和的词呢? 和什么?什么和? 对,我们可以说是和 也可以说和是 这两个词有什么不一样? 上课的时候,老师再给大家讲一讲 现在我们先看第二组 好,第二组呢,我们可以读行 所以呢,我们可以说银行 还有什么?还可以怎么读? 对,我们也可以读行 比如说流行 它是多音字 好,第三组呢,我们都有时 我们想一想 我们想一想,时什么? 什么时? 对,我们的生词是过时 过时了 时,对,我们学过很多 比如说时间 还有时候 都可以 好,最后一组呢 有好 有四个 好什么呢? 比如我们学了好吃 好喝 嗯,好玩 好看 嗯,都可以 现在我们来预习几个句子 你比你姐姐高 我比她高一点 你戴的这顶蓝色帽子 挺适合你的 北京的夏天 挺热的 你多高 这件衬衫 多贵 这件衬衫 看起来挺漂亮的 你看起来 不太高兴 好,所以呢 今天我们要学习 比 还有多 来问问题 嗯,还有挺什么的 还有看起来 好,我们继续预习一下这几个句子 这件衬衫 一点也不过时 他学习 一点也不努力 这件衬衫 去年流行的时候 可贵了 我爸爸平时 可忙了 一点也不怎么样 可什么什么了 都是我们要学习的重要的句子 首先我们看一下生词 去年 比 黑色 蓝色 带 顶 帽子 穿 剑 衬衫 压 合影 父母 看起来 针 针 挺 适合 流行 过时 首先 我们来看一下 合影 这是一张合影 我们用张 一张照片 一张合影 这是一张老师和学生的合影 那这呢 是一张玛丽亚和他家人的合影 同学们 你和你的家人有合影吗 好 我们看一下第二个生词 帽子 嗯 你喜欢帽子吗 你喜欢什么样的 帽子 我们用一顶 一顶帽子 带 带帽子 带一顶蓝色的帽子 衬衫 衬衫呢 也用剑 一剑衬衫 男士 女士 都有衬衫 我们用穿 不能用戴 用穿 衬衫 穿一件 黑色的衬衫 好 我们看一下 这个动词 适合 这顶帽子怎么样 这顶帽子不大 不小 很适合你 他的鞋 怎么样 这双鞋 太大了 不适合我 他们太吵了 图书馆 不适合 大声说话 哪适合和合适 嗯 我们看一下 这双鞋 不大不小 很合适 这条裤子呢 太长了 不太合适 好 我们看一下 过时 那件衬衫 去年 比较流行 现在穿 好像有点过时 所以我们看 这张照片 第一张 他们的衣服 都过时了 我们也可以说 很过时 流行 哦 这件裙子 很流行 好 这个是什么时候的 1980年的 这是现在的 2018年 差不多现在 那所以中间 这个是最流行 2019年的 好 现在我们学习 语言点 第一个 挺 挺什么的 今天作业 挺难的 你喜欢汉语吗 喜欢 我很喜欢 那也可以说 我挺喜欢的 嗯 也可以说 非常喜欢 太喜欢了 那这个呢 就是程度不一样 今天作业 难不难 难 那是很难 还是非常难 还是太难了 如果说很难 我们也可以说 挺难的 他学习 挺努力的 嗯 那我们看 这个帽子 好看吗 挺好看的 他戴这顶帽子 挺好看的 他戴的这顶帽子 挺适合他的 作业 作业真多呀 这些作业 挺麻烦的 这些作业 好像挺麻烦的 嗯 好 我们上课的时候 可以再做练习 现在我们学第二个原点 看起来 这件衬衫 这件衬衫 看起来怎么样 好像有点过时 不 看起来挺好看的 不过时呀 好 这一看起来 就是看的时候 觉得怎么样 哇 今天的早饭 怎么样 看起来 挺好吃的 好 我们也可以在做练习 我们上课的时候 再做 好了 同学们 今天呢 我们就学这些生词 和两个语言点 好 同学们 下课